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一句话叫做蓝绿分赃 我们也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官商勾结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要很明确的指出来 蓝绿分赃官商勾结的源头中心 就在我们后面的这栋自由失败的玲珑三集团 玲珑三集团就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蓝绿分赃官商勾结的人头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就是战自由 战自由反荣三救台湾 战自由反荣三救台湾 救台湾 各位朋友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版上写着几行字 玲珑三过去勾搭国民党 玲珑三现在勾搭民进党 那么现在他勾搭民进党的同时 他又要赚两岸红利的钱 他又要发展人民币定存来赚取当中的利益 那么未来玲珑三是不是要继续再勾搭共产党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合理的与政党进行交流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要说和执政的掌权的执政党勾结来勾结去 进行官商勾结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过去玲珑三是国民党两奖时期的座上宾 现在他是台独阵营当中 天天为民进党宣传洗脑的御用媒体 那么将来他又要如何和共产党在大跳探口 最后他们要造的钱都都是由玲珑三集团来贲碎 刚刚我说蓝绿分赃是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 什么叫蓝绿分赃 就是大家actory time 作ников 这些本是低同活是通过公家所得到的利益 这些本的 bass是通过政府的公权力来分得的利益 玲珑三先生他在过去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 是我們臺灣炒地皮 將褲地 能說是首屈一指的大頭 大家在說 什麼叫做殘鳥啊 玲瓏山就是我們臺灣殘鳥的王 那這個殘鳥的王是怎麼得到這樣的位子呢 過去和國民黨勾搭 現在和民進黨勾搭 將來我們不知道是不是要繼續和共產黨勾搭 我們反對的是不合理透過與政府勾結 透過掌握媒體的公器來制止所有批評他的聲音 所以在今天晚上我們看到許多年輕人他們怒吼 他們發出了土地分配不均居住正義不在的吼聲 但是這個吼聲我們認為必須要明確地指出這個結構背後的癥結 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 玲瓏山集團是這一切癥結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縮影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在玲瓏山集團的自由大樓前面 來告訴大家這樣的一個結構性的真相 我們今天是新黨雙北市議員的候選人 什麼叫議員候選人就是要為民投舌為民爭利 但是很不幸的我們看到所謂的藍綠分贓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在許多地方上的議員 他們原本要替老百姓爭利益的 最後卻變成跟老百姓爭利益 所以就演變成許多地方家族的小集團 他們就像玲瓏山集團的分散的2.0版3.0版4.0版 繼續在地方上掌握公器 玲瓏山掌握的是媒體的資源 而這些議員掌握的是人民給他的公權力 反過來再來和人民爭利益 所以許多議員的家族他們通通也都佔滿了土地 通通在地方上也都涉入了大大小小的建商案件 這樣的一個結構是今天我們要點出來 這才是真正寧故不均的源頭 如果我們不能夠把這樣的根本性的問題找出來 激起鐵壓 擦擦腦腦 最後呢又是藍綠鬥爭一番 罵來罵去全部跑去罵有錢人 根本性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有錢無罪 有罪的是利用公權力進行官商勾結 進行藍綠分贓 所以我們再次的表明今天我們的立場 我們戰自由 戰自由 反榮山 反榮山 救臺灣 救臺灣 台北有一個位 叫做請貴拿花 過去我們就是請要收貴來拿花 因為自由時報自己本身就是這個 林榮山集團底下 藍綠分贓 大強土地的源頭 他怎麼可能為我們真正的講出居住正義的真相呢 就好像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人民一票票選出來的議員 自己就深入其中 自己就跟老百姓搶利益 他們又如何為人民說出人民的心聲呢 所以請貴拿藥單 就是過去臺灣二十多年來 我們所走的錯路 我們希望 我們在總結的真相點出來 否則繼續請貴的幼大 做菜的花領菜 自己就是賊 還喊抓賊 怎麼可能解決問題 在這裡 新黨的候選人 負責任的告訴大家這樣的真相 謝謝